第二姐妹平安,我是流头牧师 面对新的一年,一方面我们的心充满了期待 因为新的一年总会带来新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我们内心深处还是难免感到彷徨 因为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将会是如何 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确信 神就是我们生命的大牧者 无论遇见怎么样的环境 我们都不需要惊慌与害怕 只要我们紧紧跟随 神必定带领我们走过高山与低谷 进入祂所预备丰盛之地 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跟随神? 首先,你要有伟大的信念 因为信念太重要了 信念能够决定你一生的方向与道路 信念也决定你生活的行为与模式 你要确信你是神所创造的 而且祂在你身上是一个得胜的计划 无论我们身处的环境如何改变 神一直是按照祂荣美的计划在行事 而且祂是爱你的神 祂必要在你一生当中指引你的道路 直到你进入祂所应许的恩典之中 其次,你要除去不可能的想法 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相信神 但在我们脑海中 总是充满了不可能的思想 就好像当年神呼召我 要出来建立教会的时候 神让我看见一条生命河 而且这条河是会流向万国万民的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 因为这是一件我无法想象 也无法掌握的事 但当神开始工作的时候 祂就能把mission impossible 变成nothing impossible 如今我们已经在全世界32个国家 建立超过300间教会 所以永远不要说不可能 今天当你看见神摆在你面前的 挑战与机会的时候 你要相信 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凡事都能 第三,你要寻求圣灵的带领 当你在面对前面未知的道路时 圣灵永远是能够经历突破的关键 因为圣灵明白神对你的心意 祂也知道神所为你预备敞开的门在哪里 祂更乐意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引导你 有时候圣灵会借着神的话来引导 有时候祂会借着牧师的信息 借你身旁周围的人 甚至借着你的心思意念来感动你 只要你肯花时间来亲近神 圣灵就能够指引你的道路 让你看见神所赐给你的机会 弟兄姐妹,面对新的一年 虽然前面充满了挑战 但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恩典 只要我们紧紧跟随神 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 经历祂突破的恩典 愿上帝祝福你